今天我们要介绍 The Revolutionary MagSaver for iPhone 我带出去的时候 我仍然是要拿着一条线 就可以 摆在一起了 是MagSaver for iPhone 这个东西很有趣 其实之前我也分享了一条影片 在苹果日报报道了 一位香港的设计师 设计了一块人类最高的科技 是磁石来的 最新的iPhone 12 磁石在机背里收藏了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手机 仍然还未有 或者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手机又有无线充电 尿袋又有无线充电功能 为什么我带出去的时候 我仍然是要拿着一条线 这个MagSaver 就可以解决了刚才说的问题了 香港的设计师叫Jason 自己设计了一块这样的东西来玩 受到一个朋友的启发 那个朋友就是我 说个笑而已 受到这个朋友的启发 他就觉得这东西有得搞有得做 最主要是解决两班人的问题 如果你有iPhone 12 有无线充电 你也有无线充电的尿袋 带出去就不会无线充电 在一个袋里动来动去 到最后也是带着一条线 为什么无线充电的尿袋 在市面上也不是那么流行 现在你看到我这部电话 已经贴了一块MagSaver 其实在模仿扮演iPhone 12 MagSaver 其实它分两边 Anything 有一边叫Mobile 如果你贴到Accessories那边 Anything那边向着自己 先量度一量的位置 充电了 它会跟着3A的贴 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了 两边的磁石是可以吸收的 本身有iPhone 12 你贴了一边在尿袋里 你的尿袋就稳定了 你可以放在背包里 背包里 就不会走位充电了 当你已经有iPhone 12 也可以贴在镜面和墙上 总之光滑的表面就可以贴在镜面了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MagSaver的银包可以贴在镜面上 如果你想贴在镜面上 Mobile那边向着自己 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把一个本身没有MagSaver的电话 升级了成一个有MagSaver的电话 或者像刚才那样 你把一个没有MagSaver的电话 升级了成一个有MagSaver的电话 还有第三个功能就像我现在这样 这个原本没有MagSaver的电话 和一个没有MagSaver的电话 就可以放在一起了 就是一个磁石加雙面胶纸的 一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了 大家如果有时间可能真的去看苹果的访问 Jason这位香港设计师 很值得我们支持的 他除了设计产品之外 他还找了很多磁线的机构 一些商界人士 设计了一些机器给他们 帮忙去生产设计的产品 我们之前推介给大家 那个1比2000的摘叠饮馆 其实都是Jason设计的 都是找了一些商界人士 去做这个产品出来 又本土又再加上商界融合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支持 大家如果记得买 我觉得千万不要买一块 买两块 他可以前后放在一起 希望大家又喜欢我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不是我 是我推介的 多谢大家 拜拜